昨天本土確診新增了十三例 而將近五個月沒有疫情的高雄 首度爆出一家三口確診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坦言 國內已經有十條傳播鏈 而至少有四條感染源不明 是疫情調查的重點 國內新冠疫情持續延燒 指揮中心宣布二十號新增二十四例 境外移入以及十三例本土個案 而這十三例中有三例是在高雄 會被發現是因為案18155 未滿五歲男童 有相關症狀要就醫看病 被驗出陽性 而接著採檢他的父母案18156 18157也都是陽性 目前感染源不明 父親本身他的工作 跟高雄港的工作是有相關 那高雄市現在衛生局 也積極開始醫調 同樣感染源還不清楚的案18135 是一名四十多歲科技廠員工 他的媽媽案18154也確診 曾前往大南市場買菜 分別打過兩劑及三劑疫苗 仍確診相關疫調還在進行中 另外曾去過金嗓歌友會的計程車司機案17368 他曾經在過洗腎患者以及家屬 兩人都是在醫院游飲轉陽確診 判斷對社區影響較小 而案18151則是一位機場女保全 他是之前確診女保全案17371的社友 當時已經在集中檢疫所隔離 現在期滿檢驗陽性 他是之前前案有一個17371 就第一位確診的這個計程保全 他們兩個是一起住的 CT值是三十六點四 所以評估對這個機場的影響是比較是很小的 至於中立C提相關個案 則在增加四人確診 其中案1813618137曾在1月9號到西提用餐 案18152 案18153 則是三代同堂用餐的主父母 兩人一月六號被匡列隔離 二採確診 而亞東醫院染疫護理事案17967的另一名 三歲兒子於居家隔離後採檢 由因轉陽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近期的新冠本土疫情 除了桃園外 包括雙北新竹 甚至南部的高雄 都已經傳出了確診個案 目前感染源不明的大南市場 高雄市一家三口 亞東醫院護理事案 以及新竹市一家四口 四條傳播鏈 都將會列為疫情調查重點 記者會有吳家寶投入報導